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要隔多久做一次呢 其实视乎你第一次做大肠镜 找到什么东西 也要看病人本身有没有其他高风险因素 还有另一件事就是 肠第一次做是否干净 如果你是做第一次大肠镜 肠是很干净 医生相信看得很清楚 什么都没有 你根据国际指引 其实很多国际上的腸围科组织 或者一些的癌症组织 都出了很多这些指引 告诉我们 如果我看到这样 我应该隔多久做 如果什么都没有又干净 十年 正常我们十年做一次 所以其实肠镜 另一个好处就是 在普查那里 你如果做一次没有东西 十年可以保用十年 理论上 十年才再做 因为你有第二些方法 去做大肠镜普查 譬如做大便饮血测试 或者做素描等等 大便饮血测试 可能要一年或者两年 要再做一次 素描可能要五年一次 也不一定 但如果大肠镜 如果没有东西的话 十年都可以再做 但若然你发现是有蜥蜴的 亦都要知道蜥蜴的数量 体积和病理报告 去决定 究竟我们要隔多久去照 是需要的 那其实就 其实那个 range 是很大的 当然如果有很大颗蜥蜴 医生担心 割不清 可能半年之内再做 但可能你纯粹见到 一两颗很小的蜥蜴 普通的线线蜴蜴 没有可疑的 其实可以去到七年以上 做都可以 所以这个其实要问医生 究竟我第一次做抢镜 看到些什么 根据指引 我隔多久才做 其实很少说要连连做 因为我都听过 外面有些人说 有人建议连连做 其实真的不需要 除非他每一次做 那条抢镜都很骚 医生不能够 很有信心 告诉你真的没有 否则一般是不需要 最常见的 都是三至五年 或者跟我做一次 抢镜就是现在越来越年轻 就是发病的年龄 我们看到 其实我自己做最年轻的病 19岁 是啊 是啊 其实我有同事见过 再年轻一点 那么多人 就是 年轻的发病的抢镜 可能特别一点 可能是一些 特别的基因 或者其他原因 令他这么早发病 但是是有的 但是整体 其实现在我们大抢镜 发病的年龄 都是越来越早 所以其实现在 真的不只是 50岁 开始做检查 有些如果有家族历史 我们可能40岁 或者再早做检查 我印象中真的有个19岁的病人 感大便出血 当初大家都会认为 大便出血这么年轻 就是痔瘡 因为痔瘡始终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是会出现大便出血的情况 尤其是年轻人 大家都会觉得 喂 都是痔瘡 不需要担心 变成了 好迟好迟 才会 第一个病人 自己本身也都 会觉得是痔瘡 所以也都掉以轻心 最后期 除了大便有血 大便也都开始出现 不正常的情况 比如便秘 很困难 担不住 肚痛 才来我们去做检查 不幸的是 当我们帮他做检查 第一 当然 其实做大肠镜 都发现他在左边降结肠 有一个很大的肿瘡 再不幸一点 就是跟着 之后再跟他做其他检查 看看那个肿瘡 有没有扩散 其实已经扩散了他的肝脏 变成了其实就 没有外科手术做得到 因为手术根治不到 最终那个病人 我们也转介了去看肿瘡科 我印象了自己面对最年轻的病人 19叔